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手掌细瘦如果是没有弹性 那么这种男人的财运比较弱 他们可能出生在一个比较贫苦的家庭环境 虽然很努力做事,想要成功 但总是缺乏那点机遇 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说他们是处于那种路路无为行的 手掌细瘦 即便是有赚钱的本领 也苦于身边没有贵人相助 所以说在钱财方面总是比较仇心 那么手掌如果是构成这种三角纹 这个手掌上出现三角纹 包括他整个手型也是非常得配 四指严丝合缝 三弓饱满 这个路弓稍微差一点 路弓稍微差一点 顶多就是官场上没有官运 没有这个在工门或者办工门类的企业做事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财运和他的这个浮运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中他的智慧线表现的特别的明显 智慧线是有一定的弧度 带一点点下垂 这种人是非常的聪明 聪慧 情商智商都高 所以说在事业上是非常适合 在职场上或者事业上是非常适合 做一些非常自己有能力 有创造性的东西 结合你的智慧和你的情商 那么创业的可能性也是非常有的 那么在财运上也是非常不错啊 只不过他这个 有一点点就是川字长 川字长 川字长的人在情感上是有一些 这个太过分心在事业上了 没有这个心思放在这个感情上 导致婚姻方面容易晚婚 容易晚婚 这是川字长和他的智慧线 长得非常好的一种特点 好了 并且呢 他这个还隐藏着三角纹啊 隐隐约约有三角纹 这也是财酷的一种啊 说明事业 这个运势当中啊 财运势非常的旺盛的 那么看 我们看这个刚才讲的细瘦的啊 像这种纹路比较杂乱 比较杂乱 并且呢 这个感情线跟智慧线之间挨得比较近 中间有很多条这种 这种横纹啊 很多条很长的这种横纹 是有一些不同的寓意的 比如说他向下 向下的一般都是不是很好的纹路啊 像支线如果是向上走 会有一个上升的机会 就是这么去看 普通的一般这个主线上的分叉 一定要看向上还是向下 这个一般向上的都是好的纹路 好了 有关这个小的知识 手上方面小的知识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